第599章 两只 小心 水天一看到那钢鳄此举 立刻大喝一声 豁然间 那原本足足百米长的钢鳄 化作一道流光 速度奇快 直接巨尾朝着六人拍打而来 轰 这一刹那间 六人身形暴退 被狠狠怕打在石壁之上 若不是水天一一声提醒 恐怕这一拍 他们都要骨头断开来 毕竟海域钢鳄乃是七阶胜兽 相当于与仙境七重顶尖强者 而且防御堪称变态 沐云 火舞凤 沐青天 你们三人 火木配合 骚乱他 石燕 你来防御 水天一你来攻击骚扰 我主动攻击他 可谓是第一时间 秦轩便是制定了最正确的作战手段 六人兵分三路 沐云 火舞凤施展八荒火龙银 配合着沐青天的攻击 炙热火焰 使得钢鳄一时之间不得不退下石台 蹲在下方的水洼之中 只是水天一本就是天水派的天才 那钢鳄躲避到水洼里 水天一刚好趁此攻击 而同一时间 秦轩出手了 秦轩乃是水火双修 按道理讲 水与火可谓是并不相容 可是水天一却是将两者融合一处 确实是天赋过人 六人彼此间配合 那海域刚恶根本无暇顾及 只能被动地开始躲避 虽然几人境界都不是很高 可是毕竟是各大势力的天之骄子 再加上沐云天火的强大攻势 那海域刚恶唯有龟缩起来 嗯 只是正在此刻 沐云心底却是疑愣 怎么了 有人进来了 沐云脸色微变 刚才他在那阵法之上 留下了一滴黑玉银水 倘若是有人进入 他会第一时间感觉到 也可能是胡乱闯入进来的一些灵兽 沐云不确定到 火舞风看住沐云 满脸诧异 这位火圣子 他当真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先把这大家伙解决了再说 嗯 只是两人声音刚刚落下 突然间 一道低沉的呼叫声 在此刻瞬间响起 那低沉的呼叫声 响起的一瞬间 又一只海域刚恶 从洞口冲了进来 咚咚咚的声音 敲得大地震动 怎么还有一只 连沐云也是没想到 居然是又出现一只海域刚恶 一只海域刚恶 他们刚好压制 可是这一只 他们却是无力应对 该死 秦轩也是没想到 居然还有一只 可恶 水天一转过身喝道 我之前发现这里 只是一只海域刚恶 没想到 还有一只水天一 也不由得一身冷汗 好在这只海域刚恶 是刚刚折回 如果是之前 他在此地的时候回来 难以想象 他恐怕会被两只海域刚恶 直接撕成碎片 沐云 沐青天 你们二人去压制那只 千万不能让两只刚恶碰头 好 之前沐云和沐青天两人的配合 可以说是完美 此次他们必须先杀死一只刚恶 再解决另一只 暂时让沐云和沐青天两人压制另一只 应该无妨 沐云和沐青天此刻也是发现 这刚冲进来的一只刚恶 浑身上下 伤痕累累 庞扶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倘若是巅峰境界的刚恶 他们二人别说阻拦 直接就会被甩飞 牧师姐 你配合我的手段 沐云此刻却是突然开口 八荒火龙银 直接化作五道火龙 驻扎在洞口 阻止那一只刚恶靠近 只是此刻的刚恶 看到自己的伙伴被困 就即心切 一路横冲而来 那天火化作的火龙 灯时间将那刚恶的身体伤痕 烧得霹雳啪啦作响 弓 沐云此刻一声低含 早已经准备好的沐青天 此刻双手托起 羞羞羞的破空声响起 一节节目次在此刻豁然出现 全部招呼到那刚恶身体上 只是刚恶身体表面的防护 实在是太过于坚硬 那目次除了能够穿透 刚恶身体受伤颇重的部位 其他地方 根本无法穿破 但是这一些创伤 已经是足够沐云施展了 心中冷笑一声 沐云此刻施展出天火 只是这一次 它所施展的 却不是唯有天火 而是将那九元聚天气的九元之气 全部转化成火元之气 直接轰杀出去 这一击 不单单是天火攻击 更是九元聚天气的攻击 轰 顷刻间 一颗火球直接炸开 那火球直接冲向海域钢额 轰隆隆的爆炸声 在这一刻 彻底响起 那轰鸣之声 足足持续了接近半刻钟 方才结束 轰鸣结束 沐青天双手两边 目叉分离 始终是屏住呼吸 不敢大意 而沐云站在半空之中 看住下方 却是徐徐松了一口气 直到最后 看到那焦黑一片的海域钢额 沐青天这才放下戒备 但是眼中却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炸死了 虽说这海域钢额身受重创 防御降低 可是也不可能直接被炸死吧 刚才他与沐云的配合 也仅仅是让那些石蟒不知错所 他们才趁机即刻离开 可是现在 炸死的可不是石蟒更强大的钢额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强 沐青天看住沐云 竖了竖拇指 他可不认为自己那一点创伤 就能够决定沐云将这大家伙炸死 多亏沐尸解了 沐云此刻拱了拱手 再次呼了一口气 他此次是利用三大天火 全部转化成九元之气 巅峰之时的他 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力量 就足够对付这畜生了 只是现在 受到肉身和真魂不协调的影响 九元之气的力量 也是无法发挥出最强大的功效 但纵然是如此 这一抱的力量也不可小觑 此刻 纳子及杨果就在那里 可是沐云并未打算此刻去取 此次既然六人合作 他们是为了九尾雪山灵狐 而且即便是现在他取了 走不走得出去也难说 因为此刻 他再次感觉到 那洞口的阵法 再次波动了 又有人进来了 是人还是圣兽 该死 该死 看到自己同伴被杀 那一只刚饿此刻 口吐人言 怒吓道 你们这些卑鄙的人类 我杀了你们 合力围攻 他不行了 正在此刻 秦轩脸色一寒 身前一水一火 两个球体凝结 直接砸出 那刚饿看到此举 全身灵甲在此刻竖起 发出叮叮叮的声音 竟是不顾水天一 石燕的阻拦 直接冲出 小心 看到这里 那水天一脸色一变 一道水目 直接出现在 秦轩身前 只是与此同时 那石燕却是嘴角 浮出一抹笑容 直接腾空飞起 朝着那石台靠近 石燕 你干嘛 没想到石燕 居然是直接冲向 子吉杨果 水天一此刻厚力未接上 顿时喝道 干嘛 石燕冷笑道 与你们合作 我哪里能沾到油水 这紫吉杨花 我直接带走了 自然是找我先 严格弟子设下陷阱 等待久违雪山灵狐 你做梦 水天一脸色一寒 冲了上去 只是那刚饿似乎 看到队伍发生争执 知道众人心意不合 直接将水天一 也拦了下来 咔嚓一声响起 那紫吉杨花 被石燕连根带枝 全部拔出 这一瞬间 石燕脸色猙獰 不懈地看住几人 直接升空而起 想走 此刻 沐云看住石燕腾空而去 直接飞裂追上 这一路上 这家伙对自己冷嘲热讽 沐云早就受不了了 此次 没想到石燕是这副鬼脸 沐云哪里还能惯着她 这石燕不过是与仙境四重 之前 是因为合作 沐云不搭理她 可是现在 哪怕是沐云只有与仙境二重的实力 但是与仙境四重的石燕 她还真不放在眼中 石燕看到沐云追来 直接在身后一甩 一道石壁阻拦下来 只是沐云却是手掌成刀 一道将那石壁切成两块 怎么可能 看到沐云居然是无视她的阻拦 石燕脸色惊变 心中暗骂了一句变态之后 石燕直接飞空而起离开 咚 然而正在此刻 出人意料的 那看起来没有任何阻拦的煽动 此刻却是砰的一声 庞扶一层无形的臂障 将石燕的身体阻拦 那石燕立刻被碰撞得七荤八素 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 而此刻 沐云却是抓住时机 直接落雪神针出手 化作一道细不可见的流光 直接冲向石燕的脑袋之中 那石燕被撞 惨叫一声 直接飞速落下 沐云却是一把 接过那紫迹洋花 二话不说 放入到诸仙图内 任凭那石燕的尸体 落到下方石台之上 砰 只是此刻 那海域刚饿浑身 铃夹扑散开 那石燕的尸体 刚好落到上方 砰的一声 被那铃夹翩翩刺透身体 死得不能再死 沐云悄无声息地 将落雪神针收回 飘升而下 先把这海域刚饿 解决了再说 秦轩此刻开口道 紫迹洋花 已经是到了沐云手里 他们不必再担心 先把这一只海域刚饿 解决了才是 好 话语落下 五人再次联合起来 有了之前的消耗 再加上沐云 和沐青天之间的配合 那海域刚饿 明显是有些承受不住了 他要跑 水天一在此刻喝道 他踏跑 秦轩刚想出手 沐云却是拉着沐青天 直接闪身躲开 刚才二人正式站在出口位置 此刻看到那刚饿冲来 立刻让开身形 让那刚饿朝着洞口冲出 卧槽尼玛 只是正在此刻 那入口处 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 却是突然响起 还有人在这里 听到那一句骂声 五人顿时愕然 第六百章秒杀四鬼 海域刚饿冲出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 这一瞬间 就是秦轩和水天一 也没想到 之前气势冲冲的刚饿 会直接选择掉头离开 他们更没想到 沐云和沐青天 站在入口位置处 会让刚饿直接从容离开 但是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那入口处 居然是潜藏了几道身影 连他们都没发现 这一冲撞之下 那五人为首一人 首当其冲 受到海域刚饿的冲击 这才忍不住骂了一声 只是这一骂 更是让沐云几人想不到 沐云也曾想 可能闯入洞府内的 不是人 同样是迷茫之下 冲进来的圣兽 可是没想到 居然是人 那刚饿冲出一瞬间 被领头一人 直接一掌击毙 只是那人也是 双手传来一道咔嚓的声音 清晰可闻 卧槽 当时间 刚饿被一掌毙命 捂到身影 从那入口处缓缓走出 巫鬼 看到五人 秦轩和水天一两人 皆是变了脸色 巫鬼 是眼前五人的代号 他们二人经常在 魔鬼草原之上私混 自然是知道巫鬼的名头 包括那火舞凤和沐青天两人 也是皱起眉头 哎哟 看来你们几个小鬼 还认识我们 巫鬼老大一步跨出 冷笑道 我不为难你们 沐云是谁 站出来受死即可 还有紫迹洋花 交出来 我饶你们一命 沐云 找我的 沐云上前一步 道 你找我 你就是沐云了 看来 那巫鬼老大看住沐云 笑道 对 没什么错误 小子 刚才那天火也是你放的吧 马丹 烧得老子毛都炸起来了 你小子 死了也不冤枉 果然是你们一路都在追随 没错 巫鬼老大黑黑笑道 没想到你们还挺机灵的 知道绕道 可惜太愚蠢了 我们的耐心 可是很大的沐云冷笑道 是吗 你小子 笑什么 巫鬼老大看住沐云的笑容 哼道 不知道现在自己成了 问中之鳖了吗 问中之鳖 沐云笑得更冷了 道 谁是问中之鳖 还不知道呢 在你们进来之后 还有七人 也进入到了这山洞内 恐怕自己被跟踪了 还不知道吧 什么 听到此话 五人面面相去 他们可谓是整个魔鬼草原之上的老油条了 被跟踪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胡说 胡说 你若是不幸 大可以让一人回去查探 看我是否是在骗你 沐云自信道 只是与此同时 他却是和秦轩几人魂力交流道 若是这老鬼派人去查探 我们五人直接杀上去 来个错不及防 听到沐云此话 几人皆是不动声色的回应住 秦轩和水天一 本来根本不想管沐云死活 可是现在 那子及杨花在沐云身上 若是扔下沐云 他们这次算是白瞎了 只是沐云这一手 调离一个人离开 却是好计谋 他们五对四 短时间内 先伤一人 未必不能逃离 可是四人哪里知道 沐云根本不是匡骗无鬼 在无鬼进入之后 确实是有一行欺人 也是进入到山洞内了 只是现在倘若是讲出此话 恐怕秦轩和水天一这样的老人精 会直接抛弃自己离开 只是沐云也不确定 后面这一对人是来自哪里 这无鬼 明显是奔着自己来的 可是自己到五行小世界 目前得罪的可以说只有火通天 那此事就不难想象 多半是火通天的爷爷 火归一爪的人了 操 沐云心底很不爽 这种被人阴了的感觉 让他很是不爽 最重要的是 如果是火归一来到此地 他也不会心底不爽 可是区区无鬼 放在自己巅峰境界 一巴掌捏死的玩意 现在 在自己面前还人摸狗样起来了 这口气 难以下咽 紫棘养果 虽然能够愈合真魂和身体融合 可也不是说一步到位 想要恢复与先进八重的修为 单单靠紫棘养果 不现实 而且现在还没到那种地步 这五人 他们还能够应付 倘若出现的那七人 无法应对 沐云就要考虑吞下紫棘养果 来强化自己的融合了 无鬼老大看住沐云 神色惊疑不定 老五 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 大哥 那五人之中 一人领命 直接朝着原路返回 而与此同时 剩下四人却是不动声色 直接散开在洞口四周 看住五人 无鬼老大黑黑笑道 小子 你如果想的是吊虎离山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四人 对付你们五人 简简单单 哦 是吗 只是沐云画云落下的一瞬间 却是直接冲出 但是他冲出的方向 并不是无鬼老大 而是那个老四 这无鬼五人 老大是与先进六重 很强 老二老三都是与先进五重 老四老五是与先进四重 总体比较起来 其实和沐云五人差不多 只是沐云五人之前 对付海域刚饿 消耗实在是太大 所以五人此刻出现 他们五人 根本没把握应对 而此刻 老五走了 沐云身怀落雪神针 自然是选择最弱的老四下手 与先进四重 以他与先进二重的境界 催动落雪神针 猝不及防之下 攻击老四 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那老四看到沐云 朝着自己冲来 却是冷笑一声 他是四人之中 实力最弱的 他自然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早在老五走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做出防备 常年在魔鬼草原之上混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点 沐云五人 怎么可能安心等死 想要偷袭 第一个必定是他 他是五人之中 修为最低的 可是并不代表他最弱 相反的 他的身法速度 却是五人之中最好的 早在沐云冲出的一瞬间 他已经是急忙转开 绕开沐云的攻击 但是 在这一瞬间 他却是感觉到 有一条宛若毒蛇一般的诡异身影 一直跟随着他 那种感觉让他很是头疼 甚至是恐惧 恐惧 他心中居然出现了恐惧 怎么可能 在面对一个区区与 仙境二重的沐云之时 他居然会出现恐惧的情绪 可是下一刹那间 他只感觉自己脑海内 彷復钻入到了一只虫子 那虫子缠住他的脑海 让他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扑哧扑哧的声音响起 他甚至是能够听到自己脑海内 虫子搅动住脑水的声音 甚至渐渐的 他的心都是跟柱破碎了起来 哇哇 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老四顿时脸色苍白如纸 整个人如同枯草人一般 迅速前扁 老四 看到自己四弟这般模样 原本自信不已的老大 此刻坐不住了 杀 只是正在此刻 秦轩四人 也是在此刻冲出 一时间 整个洼地内 几人开始交手 可是那老四的身体 却是在此刻颤抖起来 而后身体快速前扁下去 口中开始吐着鲜血 哇哇狂吐 其余三人看到此景 顿时惊呆在原地 目瞪口呆 老四 无鬼老大顿时双眼通红 老四可以说是五人之中 秀位最低的 可也是五人之中 速度最快的 所以他们五人一般行动 都是老四望风 可是此次 明明老四离得是最远的 沐云是如何攻击到老四的 打死他也不相信 沐云手中拥有落雪神针 这一堪称仙气的神兵 神出鬼没 而且与沐云身体结合 成为沐云身体的一部分 看到此景 老大怒目瞪起 看中沐云 杀鸡盎然 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 此刻 沐云站在老四身旁 森然一笑 手掌一挥 那落雪神针 不露痕迹地回到沐云身体内 当初 在火圣坛之上 与火通天的比试之中 他使用落雪神针 当时连火灵这位生死镜强者 都没看出来 无鬼又哪里能够看得出来 杀了他们 沐云心思沉定 一语落下 身影即刻冲出 五人对三人 无论怎么看 秦轩五人胜出的可能性 都是很大 哎哟 原来里面打得真热闹呢 只是正在此刻 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 沐云等人突然停了下来 哗啦啦气到身影 从那洞口走了进来 看到八人之间的决斗 那为首一人 双手环抱 乐得看热闹 五行云 言不易 看到为首两人 秦轩和水天一等人 脸色微变 五行云 是五行天府的嫡系弟子 身怀五行体质 实力不凡 看到沐云不识的两人 火舞凤介绍道 纳言不易 本是先言格弟子 后来又觉醒惊心之力 败入到五行天府内 白眼狼一个 火舞凤 污蔑别人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只是火舞凤话语刚刚落下 一道冷笑声 却是突然响起 我言不易 哪里是白眼狼了 只是败入到五行天府内 五行天府是在帮我 当初先言格 可是算害我啊 哼 火舞凤这些话 没有魂力传音 自然是不惧怕 言不易听到 言不易 败入到五行天府的弟子很多 可是唯有你言不易 是叫嚣得最响亮的那个吧 听到此话 言不易的脸色 也是变得阴沉下来 好 很好 火舞凤 你不要以为你父亲 是火行山山主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 那你大可以来试试 将我如何 火舞凤本来就是脾气火爆 此刻一点火 哪里会不爆炸 第601章吞果 沐云看中那五行云 和言不易二人 却是微微皱了皱眉 这两人 可都不是好惹的主 那五行云 似乎是与仙境六重境界 言不易 也是与仙境六重 不过五行云本身 决心五行天赋 看两人站立位置 五行云的地位 是比言不易高出很多 五鬼之中的老四被解决 现在老五并没有在几人之中 恐怕估计是一个账面不合 被杀了 而那五鬼老大 刚才与海域刚恶对碰 身体恐怕也是出现不小的伤势 至少手臂是受到了创伤 五鬼老大 我说了没骗你 现在 总该相信我所说的了吧 沐云嘿嘿笑道 你们以为自己是黄雀在后 却是不知道 真正的黄雀 早就在你们身后 等住你们了 你闭嘴 听到沐云的话 那五鬼老大心中 自然是气愤不已 一来是没想到 居然是在此地 被五星云和颜 不易当成螳螂 他们成了最后的黄雀 二来 自己四地惨死沐云手中 刚才那小子 看来也是故意使得 那海域刚恶直接穿过 攻击到几人 沐云这混蛋 早就知道 他们进入到此地了 原来 他们夹在中间 才是被当成猎物的存在 可恶 乌鬼老大脸色一变 忍不住哼道 我五弟呢 看住那五行云 和颜不易 无鬼老大只问道 五弟 颜不易呵呵笑道 哦 原来那黑衣人 是你五弟 抱歉 杀了 抱歉 杀了 简简单单四个字 颜不易 甚至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你找死 还我五弟性命 顿时 那剩余的老二和老三两人 脸色一变 忍不住喝道 住嘴 无鬼老大脸色苍白 极力呵斥道 全都给我住手 大哥 五弟被他们杀了 是啊 大哥看住无鬼老大 老二和老三两人脸色悲痛 我说住手 无鬼老大呵斥道 你们还听不听我的了 听到此话 那老二和老三 只得老老实实安静下来 实实物为俊杰嘛 言不易看住黑鬼老大 嘿嘿笑道 我知道你们此行目的是斩杀木云 那老五不对我们出手 我们也不会伤他 还没死 不过 你们想救他 先杀了木云再说吧 笨 听到鬼舞没死 无鬼老大脸色一喜 你们目的是木云 很巧 我们的目的也是木云 只是 我们需要的是木云身上的天火 你们要的是他的命对吧 言不亦无所谓道 虽然有你们和没你们是一回事 不过你们既然是需要木云的命 总归是要出一份力吧 没问题 黑鬼老大点头道 我们与你联手 斩杀木云即可 我们只要他的性命 其他的一概不要 很好 言不易双手附后 懒洋洋地看住木云 道 天火啊 若不是我言不易没有火形天赋 我也很想要呢 想要 你要有命拿才行 木云眼神泛住寒光 一步踏出 秦轩 水天一 木青天 火舞凤 此事与你们四人无关 你们若是离开 我五行云不会为难你们 正在此刻 那一直没有开口的五行云 突然道 不会为难 好大的口气 五行云完全将众人 当成了自己手中王物一样 只是此刻 那秦轩却是脸上露出一丝蓝色 火师妹 秦师兄 你若是想要离开 就离开罢了 不用问我 火舞凤脸 若冰双道 那秦轩此刻却是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随即一副难以决断的模样 最终还是开口道 木师弟 你也别怪我 你秦轩觉醒水火之行 早晚会进入到五行天府内 所以 五行云到时候也会是我的同门 撕破脸 也不好 所以 抱歉 该滚就滚 别说的那么虚伪 只是那火舞凤还没开口 木云却是忍不住骂道 听到这一声骂 那秦轩顿时看住木云 目瞪口呆 一路走来 木云都是看起来不起纷争 低眉顺眼的样子 没想到这个时候 却是说出这种话来 连火舞凤也是惊诧地看住木云 木云 你 秦轩脸色苍白 低吼道 好 我不插手你与五鬼 五行天之间的事情 不过 那子吉阳果 你总该交出来吧 原来在这里等住呢 木云听到此话 咯咯笑道 子吉阳果 给你 话语落下 木云手中 一颗子吉阳果 豁然间出现 可是那子吉阳果 出现的一瞬间 木云毫不犹豫 一把塞入嘴中 不断咀嚼着 顿时间 山洞内 芬香肆意扩散 味道不错 甜甜的 酸酸的 等老子分解完了 再送给你 木云语气之中 带着强烈的鼻翼 老虎不发威 都当他是病猫了 五行天 言不易 算什么东西 看到木云一把 将那子吉阳果 吞入腹中 水天一和穆青天 两人 面面相去 木云此举 实在是太震撼了些 此时此刻 木云看起来 无论如何 都是死局 就算不拿出 子吉阳果来 与五行天等人谈判 至少也拿出来 与他们几人 进行谈判才是 可是现在 他二话不说 居然是直接将 子吉阳果 吞入腹中 这一举动 简直是 绝了自己的生路 告辞 告辞 水天一和穆青天 此行就是为了 子吉阳果 来引诱 九尾雪山狐狸 可是现在 子吉阳果 被木云吞了 他们的目的 也算是落空了 但是落井下石 还不至于 毕竟 他们都是五大宗门弟子 对五行天府 向来是没什么好感 那五行天和言不一二人 也并未阻拦 眨眼间 洞府之中 只剩下五行天府 一行七人 以及五鬼三人 还有火舞凤 秦轩 以及木云 场面变得有些诡异起来 众人沉默不作声 木云却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子吉阳果 灵力不凡 在木云吞下的一瞬间 那所有的灵力 全部化成一股暖流 直接汇聚向 木云的魂海之中 在那里 真魂漂浮 在子吉阳果的孕育下 真魂之力 开始散播开来 四肢百骸之间 魂力弥漫 这种弥漫 与真元 在身体内流动的感觉 截然不同 渐渐的 木云感觉到 自己身体内变化 嘴角流露出 一抹微笑 笑 木云居然在此刻笑了 看到木云的笑容 秦轩只感觉眼皮直跳 渐渐地 不露痕迹地 秦轩朝着山洞洞口 移动过去 他明白 以自己与仙境六重的修为 在五行云和颜 不易手中 根本讨不了好 最后木云被杀 他是什么都捞不住 子吉阳果没了 他在这里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木云 你没事吧 看中木云笑了起来 火舞风开口道 我 当然没事 木云脸上的笑容更甚 他没想到 子吉阳果的好处 如此巨大 准确地说 是他没想到 自己吞服下的 这颗子吉阳果 效果如此显著 渐渐地 他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在进步 真魂掌控身体的 那种感觉 渐渐出现 悄然间 他能够感觉到 属于自己的实力 开始恢复 与仙境三重流离今生 与仙境四重壁骨不识 与仙境五重万寿之境 虽然木云现如今只剩下一百多年的寿命 可是到达五重的实力 一切武技施展起来 威力将变得与众不同 笑 你现在还有心思笑 可是一会就是苦了 眨眼间 言不意看住木云 神情冷漠 哭 听到此话 木云突然摇头道 我是哭还是笑 与你皆是无关 可是我想 或许一会 你可千万别哭 木云话语落下的一瞬间 不知道为何 言不意只感觉 自己被一只毒蟹钉上 那种感觉 很不舒服 上 杀了他 言不意一声令下 身后几人 立刻重出 区区与仙境二重的木云 在他眼中 不值一提 甚至他都是懒得动手 可是木云此刻 却是黑黑一笑 步手反而攻击 即刻杀出 木云 小心 没想到木云会冲出去 火舞缝也是脸色一变 此次本就是他来找木云 与木云合作 可是没想到 却是将木云送上了死路 此刻 谁都离开 他自然是不会离开 否则心中恐怕会愧疚一生 将来对自己的修为提升 也是百害而无一利 该小心的是他们 木云直接杀出 迎面对上一名与仙境二重的五行天府弟子 幽冥鬼爪 一爪抓出 木云手掌血红 身前出现一道五指爪印 扑斥一声响起 那五指爪印将那名弟子直接笼罩 扑扑扑的声音响起 可怜那一名弟子还没反应够来 身上便是出现一个个血洞 鲜血 在这一瞬间流钱 化作一道前尸 流晕 看到那名弟子身死 言不义顿时已惊 流晕随时与仙境二重 可是修行的是金木之行 防御自然是不低 可却是被木云直接一爪抓死 这家伙 修炼的什么鬼东西 万古血点 已经是被木云修炼到第三大层的第二层 只差最后一层 便是算修行圆满 只是碍于境界限制 他现在能够施展其中的五技 少之又少 可是对付这些人 能够施展出来的五技 已经是足够了 一爪将那弟子抓成血窟窿 木云速度不减 直接冲向下一个人 而此时此刻 秦轩看到此景 顿时骇然 这木云修行的不是五行之法 是什么外门邪道 趁着众人不注意之间 秦轩快速从那洞口 悄然离开 留在这里 没有一点好处 反倒可能被五行云或者是木云 作为发泄怒火的对象 他才不会如此愚笨 只是此刻 木云却是如同狼入羊群 开始疯狂屠杀 第602章五行通灵阵 与仙境五重的他 加上自己原本强悍的底蕴 此刻 那些五行天赋的弟子 哪里能够阻挡得了木云 火舞凤站在原地 根本是木凳口呆 木云出手 根本没他多份 一爪一个 一掌一个 那些弟子 哪怕是与仙境四重 也根本不是木云的对手 看到此景 言不义哪里还能够站得住 在袖手旁观 这几名弟子都被木云杀光了 你不是与仙境二重 言不义此刻 哪里还能够看不出 木云的实力 我也没说我是与仙境二重 木云撇撇嘴 看住言不义道 你刚才不是很傲气吗 与仙境五重 你以为你很牛吗 杀你 足够 看住木云不知死活的模样 言不义脸色一寒 忍不住哼道 杀我 你配吗 木云眼中带着不屑 直接一步踏出 幽冥鬼爪 一声嘀咳 木云血爪直接抓出 强大的气血 直接翻腾起来 冲向言不义 金欲流离绝 言不义本就是土经双修 之前已经是看到 木云幽冥鬼爪的威力 自然是不敢小觑 身体表面出现一缕缕金色光芒 那鬼爪拍在金光之上 顿时溃散开来 一 挡住了 看住言不义身体表面的金光 木云微微惊讶 只是这惊讶并没有持续多久 第二机 却是如约而至 无相鬼手 木云低喝一声 手中豁然间出现一副鬼手 那鬼手呼啸间 直接拍向金光 咔嚓一声响起 金光表面 终于是出现一丝裂痕 原本那细微的裂缝 并没有让言不易在意 可是渐渐的 那裂痕居然是越来越大 直到后来 身体周遭金光 彻底炸裂开来 此时此刻 言不义方才体会到 木云的攻击到底有多么可怕 难怪那些弟子 一个个死的死 重伤的重伤 这木云 确实是很诡异 不要怕 还有呢 看住言不义 木云直接杀出 大无悲鬼音 嘴中怪异的吼叫声响起 一道道声波 直接奔袭向言不义 而在那声波之下 言不义整个人 彭扶如同傻了一样 待在原地 连五星云的呼喊 似乎也听不到一般 去死吧 在那言不义失神的一瞬间 木云直接一爪抓出 扑斥的声音响起 言不义胸口 血液溅出 他的身体 确实是很强悍 可是木云的攻击 却是更加强悍 看出自己心脏跳动 言不义整个人彻底傻眼了 他本是五行天府 赫赫有名的天才 将来必定是成为 五行天府天才的存在 可是现在 却是要死在这里 死在一个他明明看起来 就是废物的一人手上 他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 只是纵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他已经是无可奈何了 生命力的流逝 让他知道自己彻底不行了 言不义 看到言不义被木云轻易斩杀 不仅仅是那五鬼剩下的三鬼 顿时目瞪口呆 连带住五行云也是不可思议 言不义的实力 他还是知道的 就算是自己 想要胜过他 也需要一番手脚 可是木云 居然是如此轻而易举的将其斩杀 怎么可能 接下来 就是你了 木云看着五行云 哼道 怎么了 害怕了 刚才不是看我如蝼蚁一般 不堪入目 不是一只手就能够宰了我吗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天才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五行小世界 只是数以千计的小世界之中第一个 当真以为 自己在所谓的五行天府里面是天才 就木空一切了 世界 比你想象之中的要大 你所知道的 只是一余之地罢了 你别过来 看住木云手掌之上鲜血滴落 五行云呆了呆 急忙道 哦 怕死了吗 看住五行天此刻脸上 已经是全然没了之前的从容 木云直接一爪抓出 只是那方向 却是一旁的三轨 扑斥一声响起 那五重境界的三轨 不堪一击 再次一掌拍出 木云却是直接杀向那二轨 血液挥洒 三轨二轨两人 顿时血见五步 这一幕 惊呆了在场的 无鬼老大 以及五行天 此刻 眼前的木云 就是恶魔 就是魔鬼 无鬼老大 与仙境六重 不死之身 很厉害嘛 木云目光直接掠过 叮咛一声响起 苦擎剑 刹那间出现在手中 长剑笔直落下 扑斥扑斥的声音响起 那无鬼老大身体表面的衣服 化作寸寸碎片 当初木云与仙境五重 斩杀与仙境七重境界的强者 都不算难 此时此刻的无鬼老大 虽然是与仙境六重 可是根基不稳 常年滚混 在这魔鬼草原之上摸爬滚打 如何能够承受住 木云的七成剑心 剑心 强大且霸道 这就是木云的霸气 那无鬼老大登时间 只感觉身体冰嗖嗖的 冷风袭来 他这才发现 自己全身上下 衣衫不整 狼狈不已 不要动 看着无鬼老大 想要动一动 木云突然道 否则 你会死 此话落下 见识到木云之前的凶残模样 无鬼老大哪里还敢动 他只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现在却是拿人钱财来送命啊 我且问你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火龟一 是火龟一 无鬼老大一开口 急忙道 我常年和火龟一有合作 帮他解决一些 对自己孙子构成威胁的火行山弟子 此次火通天被杀 火龟一恼羞成怒 知道你来了魔鬼草原 所以派我兄弟五人来杀你 我若是知道 你有如此能耐 哪敢接下这等买卖 好了 你住嘴 看住无鬼老大 木云开口道 紧接住 转过身 看住五行云 木云再次道 现在 你还要和我比吗 不不比了 五行云脸色一白 后退一步 看住木云 满脸恐惧 纵然他是五行天赋的天才 可是此刻 看到木云之前 雷厉风行的杀人手段 他也无法再次坚强地面对木云了 强大 是木云此刻留给他心底最深的感觉 好 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明白吗 是是是 木云成音片刻 开口道 你们五行天赋内 有传送阵吗 传送阵 五行云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急忙道 你说的是五行通灵阵吧 五行通灵阵 没错 那是我五行天赋 与外界联系的大阵 沟通着其他小世界 整个五行小世界内 唯有我五行天赋 有此阵法 听到此话 木云点了点头 当初从牛娃嘴中得知的消息 也不清楚 直到此刻 木云也是知道 这五行通灵阵 应该就是五行天赋 与外界的联通阵道了 还有什么想知道吗 五行云笑道 我能知道的 一定回答你 没了 嗯 我说没了 木云一步踏出 看住五行云 眼中带着一丝笑容 道 所以 你的价值 也完了 话语落下 不见木云有何举动 那五行云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起来 无鬼老大此刻身体发颤 尽若寒蝉 这幅精致 刚才他在自己的四地身上 也见到了 木云直接将他四地斩杀 就是这一法子 简直是让人防不胜防 更准确地来说 是根本没法防御 而另一边 火舞凤却是目瞪口呆 看住木云道 你真的把他杀了 不杀 难道让他出去之后 告诉五行天赋 我杀了他们门内的弟子吗 木云无语道 而且 若不是我吞下的子鸡羊果 现在倒地的 就是我们了 木云此话不假 可是火舞凤 还是难以接受 在五行小世界内 五行天赋的弟子 到哪里都是眼睛长到头顶上 傲气的不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五行天赋极为互端 若是被木云知道 是他杀的人 恐怕会有大麻烦上身 只是木云此时此刻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走吧 去哪里 回山门 算账 木云丢下这句话 压着无鬼老大 离开山洞 直到两人离开之后 那山洞内 空间一阵波动 一道身影 悄然出现 此人一身雪白长裙 身材脱凹有致 优雅的步伐 宛若蜻蜓点水一般 落在高台之上 不试粉带的容颜 却有着让人迷醉的神采 那一瓶一笑之间 都是带着风华万种 令人迷恋 美 妩媚至极的美 简直是让人忘记了呼吸一般 哥哥 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小家伙呢 那女子巧笑嫣然 自然自语地看住周围一切 山洞内此刻 横七竖八地 躺住一具具尸体 女子站在这尸体之中 却是宛若乌泥之中地 雪莲花一般 清新脱俗 不过 自己羊花被带走了 姐姐我的伤势 该怎么办呢 那女子微微醋眉 无奈道 看来 我还要随你走一趟呢 小家伙 女子话语落下 身影一闪 消失在山洞之中 而那地面之上的尸体 在这一瞬间 化为积粉 消失不见 只是这一切 沐云却是不得而知 离开山洞 两人选定一个方向 即刻朝着火行山前进 至于那什么九尾雪山灵狐 沐云才是不关心 整个魔鬼草原之上 来到这里狩猎的那么多人 每一个能够抓到那九尾雪山灵狐 沐云不信他能 这一点自知之明 却是有的 只是 当沐云两人 以及那白群女子离开之时 山脉内部 一对不速之客 却是再次赶来 第603章五行节 确定是这里吗 那一行人之中 为首一人 身材高大 气宇轩昂 看起来威风凛凛 脸上带着一丝锋利之色 没错 一名轻衣男子映道 最后五行云发出讯号的地方 就是这里 那轻衣男子话语落下 身旁几人 立刻散开 在周围搜索起来 场面有打斗的痕迹 而已带着一丝血腥味 我们来晚了 那身材威武的男子 叹了一口气 道 广阴 让他们去周围看一看 有没有发现 五行云的踪迹 是 男子话语落下 看住四周 杀人 毁尸 灭迹 这山洞看起来 坐得滴水不露 使人根本看不出一丝痕迹来 对此 男子只得无奈摇头 五行天府 虽然是整个五行小世界内的王者 可是 这里是魔鬼草原 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奇怪 五行天府这个牌子 也不是那么好使的 不过 胆敢对我五行天府弟子动手 也要做好付出惨痛代价的觉悟才行啊 五行杰看住前方 眼中带着一抹笑意道 不多时 那名为广阴的男子折身返回 抓到一个人 名叫秦轩 火行山的火圣子 哦 提上来看看 五行杰微微一愣 颇具玩味道 这个秦轩 他也是了解 水火双修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是此次五行天府选拔的弟子之一 五行杰 是你 不多时 那秦轩被押了进来 看到五行杰 顿时一愣 眼前这人 心思很辣 手段恐怖 他看上一眼 都是感觉身体忍不住颤抖 而且此人修为更是在五行云之上 与仙境七重 原因变 很好 秦轩 既然你认得我 那就好说 五行杰双手附后 傲然道 这洞府 你可曾来过 来过 秦轩急忙道 我本是和火行山内的沐云 火舞风二人 以及天水派的天水一 神木宗的沐青天五人来此 秦轩也不算笨 并未有讲出实验来 准备找寻子及杨果 可是后来 我们联手宰了看守的两只七阶圣兽 海域刚饿 先是五鬼来到这里 要拘杀沐云 接着就是五行云来到此处 要夺取沐云的天火 你们五人 斩杀七阶圣兽 五行杰 却是在此刻打断了秦轩 没错 那沐云 身怀天火 与神木宗的沐青天配合 十分了得天火 听到此话 五行杰却是身体一颤 看到五行杰此等表情 秦轩心中冷笑连连 他本是打算直接离开这里 可是后来却是实在不甘心 这才折回 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五行杰 此人论凶狠 论实力 比那五行云强了太多了 那后来呢 后来 沐云不愿交出子籍阳果 我们联盟小队就解散了 我和沐青天 水天一都离开了此地 呵呵 听到此话 五行杰只是冷笑 所以说 后来这里 只剩下沐云和火舞凤 以及吴鬼和五行云他们 是吗 没错 听到此话 五行杰哈哈大笑起来 有意思 有意思 身怀天火的火圣子 五行小世界 这几千年来 都未曾听闻天火的消息 现在居然是出现了天火 听到五行杰此话 那秦轩心中却是不断冷笑 沐云之前吞下子籍阳果 让他心中始终是怀恨在心 在火行山 他秦轩是公认的大好人 甚至被称为火圣子一代的大师兄 他虽然到达与仙境六重 该是火行山核心长老 可是贪恋着虚名大师兄的称号 始终是没有让宗门将他的身份提升 可是沐云在火舞凤身前此举 哪里是将他当成大师兄了 明显是蔑视他 此次 能够将五行杰的怒火引导到沐云身上 那简直是大快人心 坑 然而 正在此刻 一道坑枪声响起 一杆长枪的枪尖 直接横在秦轩脖子上 那冰冷的枪尖 直接覆盖在秦轩皮肤表面 只是此刻 他哪里敢去抵挡 秦轩 你所说之话 如果有半分虚假 我便取了你的性命 不不会的 秦轩身体颤抖着 可是此刻却是心底将沐云骂了个遍 走 走 去哪里 不该问的 不要问 五行杰面容冷峻 心中更是愈发冰冷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沐云压着无鬼老大 与火武凤三人 朝着火行山行进 阿T 毫无预兆的 沐云突然一个喷嚏打出 估计是谁在背后狠狠骂我呢吧 沐云苦笑道 你确实是该骂 火武凤称怒道 我还以为你会死呢 没想到 你倒是好 把他们反倒是都杀了 那无鬼倒也算了 可是五行云 可是五行天府嫡系子弟 杀了他 被其他人知道 麻烦可是大了 麻烦 你不知道 五行天府之中 分为外来弟子和嫡系子弟 嫡系子弟 都是五行家族的弟子 而外来弟子 则是五大势力之中 败入到其中的天才 譬如耐言不义 在五行天府内 杀了外来弟子 可能危险不大 可是若是胆敢杀了 五行家族的弟子 那麻烦就大了 沐云微微一笑道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无妨 那他呢 你带着他做什么 火武凤看住 无鬼老大 开口道 他 沐云呵呵笑道 别人想杀我 我也不能装作不知道 你不会是想带他回去 和大长老对峙吧 如何不可 你疯了 火武凤急忙停下身影 喝到大长老是我们火行山火族一系的重要成员 就算你将无鬼老大带回去 别人也不会信你的 那怎么办 杀了他 沐云看住无鬼老大 棘手道 不不不 无鬼老大突然开口道 我有证据的 每次 大长老和我联系的手段 我都记得的 只要一查 就能够查出来的 那你愿意给我作证了 我愿意 愿意 无鬼老大当真是有苦说不出 现在在沐云手上 成了戴仔的羔羊 束手就擒 他心中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 若不是火龟一 谎报了沐云的实力 他五兄弟几个 现在正在一起大口喝酒 大嘴吃肉 和治愈现在这般模样 哪怕是死 也要拉火龟一下水 你就算是指认了大长老 我父亲也不会真的惩罚他的 火舞风这句话 却是用魂里传音道 我知道 知道你还这么做 沐云看住火舞风 笑道 可是我心底咽不下这口气 沐云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之前 并不是他惹是生非 他与火通天的恩怨 是火通天自己挑起来的 火圣坛之战 也是火通天提出 既不如人 死了就是死了 倘若死的是他沐云 这里 或许唯有牛娃和灵仪 会为自己考虑 火行山 他本来也没有当成自己的家看待 三千小世界 那里 才是他的归属 及早进入到五行天府内 才是重中之重 此时此刻 他就看火灵是一个什么态度 倘若火灵公正 他自然不会仇视火行山 可若不是 他有一百种方法 让火灵后悔 大不了 将风龙柱下的火圣放出 搅动得天翻地覆 我真是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火舞风无语道 大长老 不是现在的你能够抗衡的 你还是省省心吧 差点被人杀了 却不能反过来制裁此人 那我修武做什么 而且 你怎么知道 你父亲会偏袒大长老 不会制裁他呢 沐云挥挥手 道 罢了罢了 我们俩争论这些没什么用 事实胜于雄辩 好 我就等着看你如何成功 火舞风突然发现 父亲平日里说自己任性妄为 可是和沐云比起来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刷刷刷 只是与此同时 三人后方 一道道破空声 却是骤然响起 那破空声落下的一瞬间 五六道身影直接追了上来 拦在三人面前 火舞风 果然是你 广英 看住前方那名轻衣男子 火舞风脸色几经变化 无鬼老大 广英看住两人压着的无鬼老大 音测测到 无鬼老大都被你们擒住了 看来 五星云也是被你们所杀了 火行山 我看你们是不用回去了 跟我到五行天府解释清楚吧 沐云也没想到 居然会有五行天府的人追上来 这广英是五行天府的五行节的根屁虫 他在这里 五行节肯定也在周围 我们需要尽快走 那五行节是什么境界 与仙境七重 原因变 哦 那不住急 听到此话 沐云却是安下心来 哦 那不住急 只是 听到沐云此话 火舞凤简直是要死的心都有了 那可是与仙境七重 不是什么大白菜一样 说不住急 可能吗 你先带着无鬼老大走 我来缠住他 五行节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看住火舞凤的表情 沐云只是笑着 走啊 不必走了 杀了再走不迟 沐云看中那身前轻衣男子 微微道 看来五行云也是你杀的了 果然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行 沐云无动于中道 不知天高地厚 也看是谁 凭你 还不配让我知道天高地厚 可以试试看 广英身为五行节身边的红人 素日里 哪里被如此境界的人小看过 他心高气傲 此时哪里能够忍受得住